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市場都頗悶 雖然在收市的時間都可以升 但整體上 今天整個市場 都說起分大概是26000點 這個水平左右 上落拉降 成交量再縮下去 只剩下600多億 這個水平 相同的現象 A股方面也是一樣 A股今天的成交量剩下2700多億 也是一個相當低的數字 亦比我之前跟大家說的 4000億的位置差很遠 我覺得現在 大家可能真的把關注點 放回 即是真的會移到中美米戰身上 可能在未來這幾天的時間 或者下個星期左右 都仍然會比較滿 當然 大家都可能會 勒一下 美國那邊 節假期 這個情況 只不過 我覺得市場都有些 古古怪怪 還有 我不知道 這幾天的時間 都可能會聽多些 可能身邊的朋友 尤其是聽行家 對於市場的看法 其實我以前 我以前很有趣 我以前沒有聽行家說話 因為為什麼 對於我來說 是有自己的一套 我又不是很想聽的 還有有時候 大家都明白的 有些人聽來聽去 說來講去 都是 10天啊 20天啊 10天這些 我一直不喜歡這些 不過這段時間 我看回多一點 最主要是 我會想看別人 怎麼看市場 對 我想看這件事 我聽起來 都好像覺得 就是 那個市場 好像每個人都跟了 沈大師 每個人都說 現在很差 準備貿易戰 不會有什麼好事 說出來 我反而覺得 真的兩體 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 看上去 真的不太妥 那 特朗普 其實有條件地 可能跟中方這邊 談一個 大家覺得合適 可以移到台 的 那個叫做協議 當然 談協議出來 不等於他 一定會跟著做 並不是意味著 他放棄追擊中國 我覺得 他的態度 很明顯 是要對付中國的 但是 這一回合 大家還沒拿過 拿過 一個 共識 讓市場 有些掌聲 這樣 所以 我反而 突然覺得 有多談的 有多談的 但談到什麼程度 不知道 不過 這一下 都可以借著這個情況 令市場 還有 我會留意 其他 專家 看看他們會不會轉軌 如果轉軌 可能 差不多 小人 大 差不多 不過 如何都好 現在 一個情況 我覺得 相比之前的時間 好像大家的感覺 樂觀一點點 所以 暫時 大市 大概是 二百六千五 到這位置 這樣 再說一下 股份 昨天說的兩種 沙沙 和 維他奶 真是瘋 太誇張了 維他奶 本身的業績表現 是厲害 是OK 不過這個價錢 真的不剩 但今天 居然是大成交 掃上去 我懷疑 可能有些基金 即是現在開始認真地 看看這隻股份 因為 維他奶 如果你看過那個業務線比的話 它現在 可以名符其實 可以說一隻 內需股 現在 內地的業務線比 佔了差不多 接近七成 所以 我覺得 將會有些大行 會向這個 維他奶 可能快點研究報告 大家再 拭目以待 而且 我先說一下 這件事 我本人都會 勇於認衰 昨晚 我們那段影片 不是說 賭美股 說會升 那 納資是升的 不過 導致到最終 是升不起的 這一下 也令我有一點點意外 因為昨晚睡前 導致 還升一百多點 不過 這個現象 再次反映 就是說 導致 那邊 真的差不多 看看會不會放在最後那下煙花 所以 這也是要密切留意 這個情況 嗯 對了 昨天說了 維他奶 美股 講了一個廣告 昨天說的那隻 沙沙 真的都很差 所以昨天好像 沒有叫大家追貨 今天大跌 似乎 大行的看法 都比較審慎 還有最主要 就是 經濟的情況 影響比較大 而且 內地呢 有 出了一個 電商的政策 今天 我做無線的節目 都有 主持也有問過這件事 不過 我想說 其實那個政策 本身是很難 很難理解的 不是那麼容易解讀的 而且那些 產品 即是那些 電貿 即是電商 那些政策 類似就是說 可能 一些來的消費者 經過電商 在外面買回來的 量 每次過金額 是有些上調了 其實是理好了 其實這些 對於沙沙 我覺得都可能有影響 因為這樣算的話 還不需要下來買 我可以靠網上 靠電商 也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 我不知道這個政策 對於沙沙 影響有多大 不過 我估計 現在這些位置 都不建議 大家考慮了 始終我比較擔心 是經濟層面上的情況 好了 我看到一些朋友 都在問 一些業績的事情 在Facebook留言 有朋友問過 今天問 在下面留言 如何問我問題 其實只要在YouTube 也好 Facebook 也好 留言給我的話 我會在這段片段 解答大家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有問題 不妨可以問我 今天在收市之後 兩間公司 出了一個業績 一間是美團點評 一間是中國生物製藥 有朋友問 中國生物製藥 我看得到 還有另一隻股份 不過我剛剛沒有抄下 明天再回答你另一隻股份 但當中生製藥 我初步看下去 我有些失望 失望是甚麼原因 因為本身 其實你看回它的藥 大數方面 你又不可以說它很差 按道理 它的增速 在第二頭三個月的時間 那個增速和上半年相比 差不多 而且你看回它的藥 藥品種 例如肝病藥 那些業務的佔比 其實跟之前的時間 變化不是很大 而且公司也提到 有些新的藥 推出了出來 例如抗中流的藥 業務佔比 都到現在一乘四 這些其實沒有太多的問題 因為太多的意見 不過想說 其實公司這份的業績 好像比較上 沒有太多的影響 現在好像很多政策 對這些的辦法有影響 它好像沒有太提及到 這件事 對於公司的影響 也沒有太提及到 所以這份業績 可能我要再做些功課 或者明天看大刊的報告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我最新的看法 如果大家看這份業績 其實我不會說是很差的 但我又不覺得是好 這樣 這份是美團點評 3690 這份更難搞 你看它的數字 是同比 還比 都可以升 即是你可以說 它的業績同比和還比 都有一個很好的改善 但是它的虧損 還是持續下去 如果以一個 浪跌的數字 其實公司經調整的虧損 在這個季度 差不多是24億多 跟它上一季的時間比 就少了 它上一季 是在虧損32億多 少了 但跟它上年同期相比 那時候是9億多 現在就多了很多 所以整件事 好像很奇怪 業績事件很多 不過其他方面的營增速 好像很厲害 這些又是很難去拆解 這條數字 當然是行不行 看你由哪個角度 去看這間公司的發展 但這類股份 最大的問題是 本身 它的盈利的增長 即是 處於一個燒錢的階段 燒到什麼時候 沒有人知道 但問題是 到有一刻 它真的叫做燒舊 甚至乎 它不再需要很多補貼的時間 它業務的爆發點 就會很強勁 所以這類股份 新經濟股份 你很難捕捉 你很難說 它業績是好還是不好 這份 你團點評的業績 大數可以 但是 業務方面 仍然面對比較多的挑戰 所以 主要可以說 這份業績 看完之後 就是這樣 跟大家解釋 那個情況 最主要也是 對 再回答大家 Youtube上的問題 有位朋友問 這個273 好像是謬神 這間公司 我對它的印象 就不太深入 只是公司 發出這麼多爪 做很多煩數 還有股價方面 似乎也不太 所以你說要放 要買的話 其實現在這一刻 我經常有些不公平 我對它業務的了解 不算很深 但是股價走勢也好 那個公司以往的背景也好 我的信心不太大 所以如果你有課 就不建議你考慮 至於你說 騰訊 最近很強的 還有 我明白 我也知道 不要只看它 怕我那邊的業務 我一向都這樣想 但無奈就是 現在這件事 的確困擾股價的走勢 雖然我對它有信心 但股價 其實 真的比較難說 你說 有機會 可以叫我做得好呢 這一下 對股價的表現 我真的不敢說太多了 但對前景是有信心 就只可以這樣回答 這樣 因為不想說太多騰訊 現在 遲些先 遲些等你 即使遊戲 要不要再開 我最後和大家說過 好嗎 好了 今天就是這樣 因為美股有優勢 大家可以做點睡 還有 都是八卦一下 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 這樣節假期 會不會因為這樣去買東西 我發覺身邊有些朋友 都真的說 因為今晚這樣節假期的時間 會去美國的網站買東西 不過我真的沒有這個人 對 純粹說這件事 輕鬆一下 好了 今天就這樣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